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体育总局 竞体司司长刘国勇透露 23岁的排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成为北界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开幕式骑手 18日晚上在雅加达雅加达格罗拉彭卡诺体育场 手擒五星红旗入场 此前 骑手人选问题一直受到外界热议 其中中国游泳队队长孙良 中国女排队长竹亭军数大热门 不过 由于中国女排17日 才从北京飞赴印尼 索阳在开幕式次运就有比赛 因此两人担任其手似乎不太现实 几经考虑 这一荣誉最终花落赵帅 赵帅 1995年生日 2014年仁川亚运会 获跆拳道男子58公斤及第五名 两年后的领约奥运会上 才一名惊人 在该级别比赛中国观察下 被中国男子跆拳道实现奥运金牌0的突破 其后 他的女流郑舒逸又在女子67公斤以上级比赛中有夺冠军 一时间 这队金牌情侣 在中国体育圈内传为佳话 跟很多奥运冠军类似 赵帅的成长绿条也十分励志 当初刚进入江苏省队时 他是女队重点队员的陪练 后来在中国跆拳道女队 他也一度扮演同样的角色 甚至当过郑舒逸的陪练 奥运夺金后 赵帅并未降低对自己的要求 去年又为中国男子跆拳道首都市锦赛冠军 63公斤级 近几年成绩突出 加上高大 帅气的形象 赵帅完全配得上亚运会开幕式起手的荣誉 而对于在中国还算小众项目的跆拳道来说 此举也有助于这项运动的推广普及 盘点历届亚运中国骑手篮球项目曾经长期垄断自1974年 新中国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 11届赛事共有10位运动员担任过骑手 其中篮球名家王立冰两次当选 1974年在伊朗德黑蓝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上 中国男篮主立中锋将大为成为开幕式起手 当时他在亚洲蓝牌名气和实力俱佳 但此众愿可谓众望所归 1982年和1986年亚运会 王立冰传联了代表团起手荣誉 是期间唯一两度当选亚运会起手的中国运动员 值得一提的是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首情五星红旗走在队伍 最前面的也是王立冰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 王立冰扛齐 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 篮球名将宋立刚担当起手 率领东到驻中国代表团进场 四年后的广岛亚运会 战身由于动机成了男篮球员当起手的传统 1998年曼谷亚运会和2002年釜山亚运会 开幕式起手依旧是篮球运动员 龚小斌 李南分别扛起了这一重任 从1974年至2002年 唯一的非篮球运动员起手 是1978年曼谷亚运会的南排名将周中宇 从2006年起 亚运会起手不再是集体球类项目运动员 2006年多哈亚运会和2014年人穿亚运会 起手人选分别是成绩好且形象 压得羽毛球运动员抱春来 几件运动员雷声 其中 后者曾在2012年伦多奥运会 尚未中国花界首夺奥运金牌 2016年里约奥运会 也是开幕式起手 纵观历届亚运会和奥运会 最令人意外的中国起手 倒数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金子威 当时25岁的他虽然已是赛艇奥运冠军 但因从事的项目不为人所熟知 加上此前没有女运动员担任过中国代表团起手 所以他的当选多少有点冷门的味道 如今不得不说 既然最近三届亚运会的起手都来自非主流项目 那么跆拳道运动员 赵帅子帆扛起 也算是意料之外 情力之中了 来源 体育没有全编辑 TF010